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过去我们看一些国共内战后期的一些电影 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 特别是曾经在五六十年代 七零年代生活在台湾的朋友 一定会听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匪谍就在你身边 因为国共内战后期 当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 国共的谍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前几年 中国在北京建了一个所谓的无名英雄纪念碑 里边据说就有很多是在台湾替中共做地下工作 然后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的一些中国大陆的劣势 那么现在两岸之间的环境又开始越来越紧张 特别是当美中关系发生转折之后 台海会不会发生这个武统战争 发生武统战争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台湾的这个军方的将领 怎么来面对这个武统战争 就是美国经常所问的 台湾到底有没有自己抵抗的决心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 一旦武统战争爆发 有多少台湾军队的将领愿意做内应 来撤应中共所发动的这个武统战争呢 这一直是一个话题 那么最近台湾官方就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共谍案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共谍就在你身边 这个共谍案的主角是谁呢 他是台湾陆军的步兵上校 据说这个人曾经当过台湾陆军装甲第五六四旅的上校副旅长 那么他被捕的时候呢 是台湾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作战研究发展室的这个主任 叫向德恩 向德恩上校被台湾的国安部门所逮捕了 向德恩上校为什么被逮捕呢 据说他当共谍 当共谍的具体罪状啊 就是他原来签了一个叫投降承诺书 投降承诺书这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现在有台湾的中高级军官 在武统战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所派出的一些勤工人员的诱导之下 签了一个所谓的投降承诺书 就是一旦武统战争爆发 他们会在台湾成为这个武统战争的内应 这个听起来就十分的令人震惊 作为一个军人 那么愿意在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 就签了一个所谓的投降承诺书 这个在过去的无论是两国或者是一些政党之间的内战当中 这是很少发生过的 最起码我本人在历史资料当中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战争还没有爆发 一方的这个军人已经向对方表示自己一定会投降 那么这个所谓的投降承诺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据说这个投降承诺书是用这个视频拍摄的 那么它内容是这样的 本人向德恩在此宣示 本人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未来也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尽力为祖国为组织效力 早日完成和平统一神圣光荣的使命 历史人向德恩 大家听完这个内容觉得这是一份投降书吗 看你怎么理解 我想这个所谓的投降书里边 首先是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那么这个就有两重理解了 就是我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一旦这个中华民国反攻大陆的时候 我坚决不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 这是一种理解 但是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现在反攻大陆的机会是零 那么反过来说就是我支持和平统一 一旦这个中国大陆发动武统战争的时候 我也同样枪口抬高一寸 枪口抬高一寸这个台词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未必会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过去国共内战的一些电影 当时中国大陆拍的电影 里边描述的一些国民党的士兵啊 跟这个同袍说不要这么认真 到时候这个共军打过来的时候 记住枪口抬高一寸 共军过来优待俘虏 讲的是就国民党军心换散 所以这个向德恩写的这个支持和平统一 未来呢会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为祖国为组织效力 那么这很明显就是为了将来的武统战争爆发的时候 自己先表达一个态度 为组织效力啊 这个组织那么我的理解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吧 据说这个投降承诺书啊 是用这个影片的方式拍下来的 并且呢还被要求穿上军服拍了这个影片 现在根据台湾国防部所发表的新闻稿里边呢 按照台湾国防部的说法 是国防部协同这个国安单位 在调查中共在台湾发展这个间谍案过程当中 找到了线索 于是呢破获了这起间谍案 台湾国防部说啊 现在从这个案件当中看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吸收 收集情报已经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形式 如果说只是向德恩一个人签了这个投降承诺书 这可能还称不上是所谓的共谍就在你身边 但是呢从这个国防部跟台湾官方所公布的这个相关材料当中啊 发展向德恩这个人呢是一个金门的记者 叫邵维强 邵维强本来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 后来退役之后呢就在金门地方媒体当了记者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资料 没有说这个邵维强什么时候成为中国大陆的间谍 反正邵维强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呢 在这个金门岛啊 联络了很多这个台湾军方的一些高阶或者中阶的军官 据说他在发展这个台湾高阶军官过程当中啊 也有一些台湾的高阶军官发现不对头 就退还了这个邵维强所给的礼金和礼物 从目前所看到的相关信息呢 应该是邵维强发展最成功的一个人是向德恩 向德恩除了有这个宣誓书之外呢 据说大陆方面还给了这个向德恩 每个月固定4万台币作为一个薪金 4万台币我们知道 在台湾现在真是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月薪 因为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出来找到工作的话呢 大概会是在3万5千块钱到3万之间 那么如果一个台军的上校每个月拿4万块钱 就成为中国大陆间谍 那么这笔钱这个成本啊确实是不高 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报道啊 这个邵维强是最早落网被抓的 邵维强被抓之后呢 向德恩马上就知道这个信息了 于是他通知他的亲友啊 赶快把这个跟邵维强之间对话全部删除了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手机上的信息对话 不是你在手机上删除 然后就可以不留痕迹的 执法部门很容易就可以从一些相关的资料储存当中 可以把这些相关资料全部找出来 那么据说呢 这个邵维强跟很多军方人士都有联络 那么邵维强联络军方人士当中 有一些据说是将军级一级的军官 那么这些人有没有落入邵维强的圈子里面 还是他们发现邵维强是共谍之后就举报他呢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更加详细的信息 但是最起码我们从这个邵维强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了确实中国为了完成武统战争 做了很多准备 除了在中国军备上的准备 中国大陆自己的一些战备之外 在台湾发展一些台军成为内应确实是存在 那么至于有多少人呢 不得而知 最起码邵维强接触了很多人 所以共谍就在你身边 这个话题最近又被大家讨论了 我们从报道上看 邵维强跟向德恩这个案件 台湾相关部门已经盯了很久了 盯了最少一年以上 那么为什么盯了一年以上 现在才向公众公布呢 这是因为台湾最近要发生大事了 这个大事当然不是武统战争 而是台湾将在这个礼拜六举行九合一大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共谍案的发酵 跟这个九合一大选 应该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一节我们说台湾官方公布了一起共谍案 那么这起共谍案 其实我们看是早在一年前 就已经被台湾的调查部门所掌握 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把这个共谍案公布呢 我个人觉得这跟台湾即将发生的大事 就是这个礼拜六要举行的九合一大选 可能有关联 今年的九合一大选 在这个礼拜六投票 所谓的九合一大选 就是指台湾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 那么这个选举的名目当中 包括了六个直辖市的市长 还有15个县市长以及910名直辖市 以及县市的议员 还有呢204名乡镇长 还有一些什么里长啊 区长啊等等 所以今年的九合一大选呢 是台湾岛的一件大事 那么这基本上是选民 对民进党执政的一个中期的评估 有点类似我们美国的中期选举 当然今年的选举 不会涉及到中华民国的立法机构 但是县市长选举啊 特别是六个直辖市的选举呢 对于政党的执政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今年的县市长选举 在野党或者是执政党 能够获得大多数的这个席位的话呢 那么这个预示的选民 会在下一届的总统大选当中的投票意向 这也是对民进党总统蔡英文 执政两年的一个评估 那么今年的九合一大选形势怎么样呢 那我们要说2018年的县市长大选 2018年县市长大选呢 可以说国民党获得了大胜 国民党虽然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落败 但是呢 在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当中 国民党还是获得了胜利 在六个直辖市当中占有三个席位 不过后来呢 韩国瑜被罢免了 所以现在目前新北市和台中市 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边 最关键的城市 台北市既不掌握在民进党手里 也不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边 而是掌握在民众党手里边 那么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形势又如何呢 首先说修杰并不生活在台湾 我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呢 我只是以一个媒体人 根据我对这个新闻报道的观察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今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 其实我们看这个选举的重点 还是在六个直辖市 就所谓的六都 那么六都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 以及桃园 这六个市当中 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 民进党掌握了三都 就是高雄台南还有桃园 而国民党呢 掌握了新北市 还有台中市 那么台北市 我们刚讲了 掌握在民众党手里边 从现在的局面看呢 我个人觉得 今年民进党比较稳拿的 有两个城市的市长的位置 一个就是高雄的陈其脉 一个是台南的黄伟哲 陈其脉我们知道 经过一波三折 首先他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呢 他跟这个国民党的韩国瑜竞选 韩国瑜创造一个奇迹 就所谓的这个寒流 居然让高雄 这个原来民进党的票仓 被韩国瑜这个国民党人给翻转了 不过后来因为韩国瑜参加 2020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大选失败之后呢 回到高雄市 又被高雄市的这个市民给罢免了 所以呢 陈其脉就终于成为了高雄市的市长 现在看陈其脉 在当高雄市市长这两年过程当中啊 还是名望不错 那么所以呢 预计今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 陈其脉应该可以胜选连任 那么再有就是台南的黄伟哲 黄伟哲在台南当市长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的选情是相对比较稳的 那么国民党呢 国民党同样 新北市跟台中市 这两个城市的市长的位置 比较稳 新北市的市长是侯友宜 侯友宜不但在这个新北市执政的声望不错 并且侯友宜呢 现在是国民党内2024总统候选人呼声最高的 至于侯友宜会不会像韩国瑜一样 当两年市长就去选这个总统呢 不得而知 但是侯友宜在这个新北市的支持度还是比较高 所以我想现在也很难出什么意外 也不会出什么十月惊奇了 所以侯友宜我觉得今年的选情还是比较稳 那么再有就是台中市的卢秀燕 卢秀燕执政以来啊 在当地的名望 虽然没有侯友宜这么高 但是呢也算是比较有把握能够胜选连任的 所以六都当中呢 这四个城市国民党跟民进党评分秋色 那么竞争最厉害的就是台北市跟桃源市了 我们先来说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总共有三个候选人 民进党推出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是陈思忠 陈思忠原来是卫福部的部长 后来呢也成了这个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指挥官 陈思忠当这个指挥官这两年呢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争议性不同阵营的民众呢 对陈思忠的评价也不一样 陈思忠也大大小小爆发了一些所谓的丑闻 比如说在这个购买疫苗的过程当中啊 比如说他的一些个人私生活啊 陈思忠最广受争议的就是 为什么当初没有进这个复辟胎的疫苗 因为陈思忠也好 或者是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好 告诉这个公众说这个复辟胎的疫苗是由德国 然后大平送到了这个上海上海在组装 然后再卖给台湾 这样的话呢 在两岸关系如此紧张情况下 这对台湾的民众的健康对国安都会产生影响 但事实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复辟胎 虽然他用的名字是中文的名字复辟胎 但是呢 他其实是在德国生产 从德国直接运送到这个各个国家 在中国并没有所谓的分装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争议啊 就令到台湾人可以使用复辟胎的疫苗 有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延宕 所以呢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所以说陈思忠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防疫指挥官呢 我想今年是这个中华民国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争议性最大的一个 陈思忠的对手 最主要的对手 是国民党推出的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本人有一个精致招牌 就是蒋家的后人 但是呢 这个精致招牌可以说是个双刃剑 精致招牌一方面 可以给国民党的支持者带来一个感情上的维系 因为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 特别深蓝的人士啊 对这个国民党有感情 对当年的这个先总统蒋介石 蒋经国同样有感情 特别是蒋经国 蒋经国在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呢 还为很多蓝营支持者津津乐道 所以说既然是蒋经国的孙子 那么这个光环 固然是可以替这个蒋万安在蓝营的支持者当中啊 可以得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绿营的支持者当中啊 他们认为蒋介石就是一个独裁统治者 包括蒋经国也是 蒋介石在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所谓的高压政策 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恐怖统治 那么很多人对蒋介石的评价是负面的 所以蒋介石的重孙 这个名字呢 又可能为蒋万安带来一个负面影响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类似八卦的传说 就是蒋万安的父亲张孝岩 到底是不是蒋经国的这个儿子呢 我们知道张孝岩跟蒋经国的关系啊 可以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我们知道蒋万安也好 张孝岩也好 是在这个蒋经国去世之后 才重新改姓蒋 他之前呢 一直姓张 这个张呢 是历早张 因为张孝岩 张孝池两兄弟啊 一直是跟随他母亲张亚若的姓 那么后来蒋经国去世之后呢 才所谓的认主归宗姓蒋 所以蒋万安这个蒋家的这个色彩啊 可以令他在蓝营当中 获得一定的支持度 但是同样可以在绿营当中 获得反感度 那么中间选民怎么投票呢 我想这就是台北市今年这个陈时中 跟这个蒋万安之间胜负的一个关键了 黄珊珊 我想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胜选的人物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桃源市 桃源市民进党本来推出了林志坚 林志坚被提名之后啊 应该说选举的形式不错 不过后来呢 因为这个论文事件 所以林志坚退选了 所以民进党急急忙忙换了郑运鹏 郑运鹏能不能战胜国民党 在这个桃源市的候选人张善政呢 张善政我们知道 曾经是韩国瑜竞选总统的搭档 所以我想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啊 桃源市的选举跟台北市的选举 可能是最有悬念的 而这两个城市对于执政长 对于在野党来说都非常重要 所以星期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观察 最终九合一选举的结果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